勞工局舉辦搜場物業管理清潔及保安雇員最低工資講解會 有市民擔心法律生效之後會導致部分人失業 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雇員最低工資 將在明年1月1日起生效 勞工局與工聯合辦講解會向市民講解法律內容 有市民支持實行最低工資 有任職保安的市民擔心法律生效之後會導致部分人失業 勞工局局長王志雄說實行最低工資之後 相關行業的僱員必須獲得最低工資的保障 月薪的是62,240元 日薪的是240元 還有時薪的是30元 明年1月1月開始 實際就要開始正式生效 意思是所有在物業管理行業的清潔及保安 這兩個行業的僱員都必須獲得最低工資的保障 他希望透過港教會被相關行業的僱員 清楚自身的權利和義務 澳門電視台記者王曉勤 我們到